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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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已经很难做到专注 何况是红篇巨著 那么到底出路是什么 那时候呢 我的观点依然是传承经典 正因为是在这样的一个被影像和声音完全包围的时代 过分地宣扎 更需要沉淀下去的力量 所以更加显示了经典存在传承的重要性 而且大家如果常常习惯于对一个问题探讨的不深入的话 久了之后很多东西都会随之不深入的 比如说信任也不会深入 对内心的观察也不会深入 当人和人之间彼此有了矛盾 也不深入地去化解矛盾 再建立出更深的信任 所以出现一次问题之后呢 信任就会缺失一块 就被打折一下 并没有做一个及时的修整 到最后把信任的积累分数全物花光了之后 人们就无法建立信任了 信任是要在挫折失败和一次次的磨难中 在内心中坚强地建立出来的 比如说信任是对其他人的信任 有的时候也是对自己能够行善的一个信心 所以呢 正因为是在现在这个时代 经典的传承更具有非凡的意义 刚才任某谢讲的 所谓四法是一个清静论点 它之所以成为清静的必要条件 它的要求是非常清楚的 所权到底是什么 不是说一个东西看着很高兴 然后很高兴地度过此时就可以了 它对现在还有究竟的未来 它都有一个一向连贯的利益 不是仅仅现在欢乐地度过此时就可以了 一定要对现在和未来有正确的饶意 我们的心绪能够断恶修缮 这样才能够离苦得乐 所以它引导我们的内心走向幸福 走向圆满 总是越来越离开痛苦的 这样一个究竟的目标 是非常直接的 非常直接的 而且没有什么相似的因 没有什么相似的因在里面 就是直接面对 直接解决问题 所以论点在这个时代 更有它存在的意义 并不是说很多都浮躁了 所以论点好像没人学 没人学 我们这么多同学都在学嘛 正因为是这样一个时代 我们更需要这种深刻剖析 什么是苦 什么是苦因 如何断除苦因 什么是离苦得乐之道 我们更需要清晰准确地 对内心做深刻的剖析 对很多现存的现象 经深刻的分析 然后去找到解决之道 解决之道就是在心上要灭除烦恼 在心上要灭除无名 透过转新的方式 达成内心的愉悦和安宁 甚至永远的快乐 好 那在这一段里面呢 曾荣老师就特别提到 说我们现代人很难专注 为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 因为习惯看一些片段的东西 尤其是这个滑手机 用电脑 老师都是一些影音影像 声光阴影这些片段的东西 对于纸本的书 好像很难做到专注 我们是不是这样子 好 而且其实这样子做呢 会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伤害 好 什么样的伤害呢 就是其实你一直被这些影音声光包围 你一直习惯看这些片段的东西 你自己感觉好像很省时间 很快就看到很多东西 好像很快就知道很多知识了 其实正好相反 这个非常伤害我们的思维能力 非常伤害我们的思维能力 因为现代的这个电脑啊 手机啊 里面的这些内容啊 基本上 它做的是什么事情 它就是用影音声光吸引你 对不对 可是呢 我们人的心的特性 我也常常讲啊 这个 眼耳鼻舌身意 对上色身相会处法 前面的眼视耳视 鼻视舌视 声视 这五式我们叫无观察视 无观察视的特色是什么 眼耳鼻舌身 对到色身相会处的时候呢 只想去直取 不去思维观察 所以 手机啊 电脑里面 弄出一大堆这些影音声光吸引你 它只会让我们的无观察视 越来越发达 一大堆 一大堆色身相会处 让你去抓嘛 对不对 其实那个时候 不思维观察 那个习性会培养得很强 所以 不但是很难专注于经典 而且是根本会影响自己 深刻的 正确的思维观察的能力 这现代人一般普遍的通病 你就好像看手机 看电脑这些片段 速度又很快 一闪而过 好像你很快 瞬间累积了很多知识 没有 很简单嘛 问你嘛 每个人 尤其是一个现代人 每天常常花 很少有人低于两个小时 都花两三个小时以上 你看手机 看电脑 请问你看了三四个小时 问你 哇 你花了三四个小时 你到底看到多少 你讲得出来吗 其实是没有 对不对 那就是那种状态 所以正如老人说 那出路在哪里呢 传承经典 学习传承经典 正如老人说 正是因为这样一个被影像和声音完全包围的时代 过分地宣扎 过分地宣扎 所以更需要沉淀下来的力量 所以更加显示经典存在传承的重要性 因为你只有学习亲近的这种传承的经典 才能够培养你正确深刻的思维能力 所以刚刚讲那种状态都不去思维观察 只会被一些片段的讯息吸引的那种状态 它的正对质正好 你必须回过头来认真的学习经典 否则还真的没出路 你知道那种不思维观察的状态像什么 我举个例子给你听 比如说 现在不是有很多什么产品的代言人吗 对不对 你说这个人 这个明星跟那个产品到底有什么关系 其实是没关系 那个东西怎么做出来他也不知道 也不是他设计的 但是他为什么要用个代言人呢 因为明星长得漂亮 你对他印象很好 你对他印象很好的明星的图像一出来 旁边再放那个产品 你的无观察室 就自动把它们连在一起 就变成你对那个明星的好感 自动就变成你对那个产品的好感 这就是代言人的作用 其实就是利用我们什么 利用我们的无观察室 听懂的意思吗 这就是一个例子 好 那当然他也有机会用到好的地方 比如说 就是师父讲的 这个无观察室呢 这个 你不好好利用 这个无观察室呢 会影响我们的修行 没有错 但是如果你善加运用呢 他也可以帮助我们的修行 比如说 把你放到一个好环境里 这个时候你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 还是无观察室 但是因为是一个好环境 他会回过来帮助你修行 对不对 比如说 我们常常推敬贪啊 敬树啊 对不对 有一天有一个形象很好的明星来当我们的代言人 你看他有好感 但是你是把敬贪敬树跟他连在一起 对不对 他就自然而然对敬贪敬树有好感 对不对 这样反而帮到他 知道吗 所以这个就是 你要靠佛菩萨智慧去做这种善巧的运用 才能够真正有帮助 这样听得懂意思吗 好 所以真正老师后面讲 大家如果常常习惯 对于一个问题探讨不深入的话 久了之后很多东西都会随之不深入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你习惯对一个东西不深入之后 久了之后对很多东西都会不深入 为什么 因为欠缺深刻正确的思维能力 所以你对这个东西欠缺深刻正确的思维能力 你没有培养你深刻正确的思维能力 对不对 对什么东西 对什么境界都是这样 都不能深入 所以真正老师举了一个例子 比如说人跟人之间的信任 好 其实人跟人之间的信任 像真正老师讲的 是要在挫折失败和一次一次的磨难当中 坚强的建立起来的 换句话讲 如果你没有正确深刻的思维能力 人跟人之间真正的信任 很难建立跟巩固 你想不会啊 有的人会觉得说 尤其有一些年轻人 他可能会觉得说 我跟我好朋友 这一生一看到就很对眼 根本不用思维观察 一直到现在都不用思维观察 我只要看到他就对眼 他只要看到我就对眼 我承认可能有这种现象 那是因为你们过去生有善缘 可能你利益过他或他利益过你 对不对 所以这一生好像不用思维观察 两个人就可以相处得很好 可是注意哦 如果你继续这样不思维观察下去 有一天过去生的善业用完了怎么办呢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烦恼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见解跟习性 对不对 那时候会不会有摩擦 会不会有矛盾 会 所以如果你不用你正确 从经典学到这些正确深刻的思维观察能力 你就不能在挫折失败和一次一次的磨难当中 坚强地把这种信任关系建立起来 听得懂意思吗 然后后面真正老师还讲两句 蛮深的话不容易理解 他说你说信任是对其他人的信任吗 有的时候也是对自己能够行善的一个信心 好 这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个在师父开示论语 开示儒家内涵的教授里面 其实有讲到 我们说朋友有信 对不对 好 那个信怎么建立的呢 师父讲因为你内心有你正确的信念 有你正确的中心思想 有你正确的信念 所以呢 你的言行举止 你的思考 自然而然是照着这个正确的信念去做 所以成于中行以外 表现在外的时候 人家就会看到 你是按照一个 你是很虔诚的按照一个正确的信念 去做你的行为取舍 久了之后呢 人家会对你信任 信是这样来的 进一步呢 你这样的行为会影响别人 所以你旁边的人看你这样做之后 得到了别人的信任之后 他也会这样做 他也会先透过学习 建立他内心正确的信念 然后照着这个正确的信念 去做他的行为取舍 这样呢 他也会慢慢得到你的信任 人跟人之间的信任 是这样来的 所以才会说 你说信任是对别人的信任吗 有的时候也是对自己 能够行善的一个信心 因为后者是起点 是开端 是基础 听得懂我意思吗 我是很简要的解释 其实要往深地讲 还有很多地方 但是我考虑有很多是 没学广论的同学 还有时间的关系 我今天先讲这一段 但这一段 真误老师开始 意味非常的深长 大家可以多去温习 多去思考 后面呢 讲到一个专有名词 叫所为等事法 所为等事法呢 我简单地解释一下 如果视听主来得及打字幕 也可以把字幕打出来 第一个叫所权 第一个叫所权 第二个叫做所为 第三个叫究竟所为 第四个叫系数 简单地解释什么意思呢 他们说一个清净的论点 论是用来解释佛经的 解释佛语的意趣 一个清净的论点 它必要条件 必须具足这清净的事法 如果不具足这清净的事法 就不是清净的论点 那什么叫所权呢 简单地讲 就是这部论 它所讲的主要的内容是什么 它所诠释的内容是什么 那就它的所权 什么叫所为呢 你说出这些所权 你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你的所为 可以吗 那什么叫做究竟所为呢 除了你眼前要承办的这个目的 除了你现前要承办的这个目的 在你这个现前承办的目的 背后延伸出去 还有一个你究竟的所求 究竟的目的 在无限生命当中 你究竟的目的是什么 那叫究竟所为 什么叫系数呢 系数很重要 系数的意思就是说 你根据你的所权 能不能达到你那个目的所为 你根据你的所为 能不能达到你的究竟所为 这中间 有没有清楚的 正确的联系的因果关系 有还是没有 如果没有就没有系数 有就是有系数 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不是说造论 我说我今天写了一本书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 希望你学会如何把面包做好 结果我的所权是什么呢 我的所权是 如何把土倒到水沟里 你想把土倒水沟跟面包做出来 哪有什么关系 没有系数 懂我的意思吗 可以吗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好 那又比如说这个 刚刚说我的目的 我的所为是 让你做出好面包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这个 我的究竟所为是什么呢 我的究竟所为是 希望你以后无限生命 只造善业 不要造恶业 你想 我做出好面包 跟我以后无限生命 只造善业 不造恶业 好像也没太大关系的 这就是没有系数 这样听得懂我意思吗 反过来讲 如果有系数的话呢 从你的所权 你的所权 如何达到你的所为 你的所为 如何达到你的究竟所为 这中间的因果关系 非常的正确 联系非常的清楚 这就是具有系数的意思 那一个清净的论点 一定要具足这四个法 好 那才叫清净的论点 所以你刚刚听了这个四个法的简单的介绍 你有没有一种感觉 如果你认真的学这样清净的论点 你那个正确深刻的思维能力会不会增长 所以正如老子才说 这个时代 面对这种 大家都浮躁 都不能专注 都不能深入思维观察的时代 正对质的出路 就是要学传承的清净的经典跟论点 学传承的清净的经论 听懂意思吗 这就是要学传承的吗 没有 讲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